我没有任何权利 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我只有一个权利 那就是听他们告诉我 他们所有决定的权利 这是一部国人必看的电影 其以纪录片的形式 真实还原了1946年开始的东京审判 故事发生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 由11个战胜国组成的联合法庭 对28名日本战犯 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 尽管日本人的罪行早已庆祝难输 但是这场审判注定了不会一帆风顺 这是中国排除的代表 梅鲁他刚到东京时 就有日本人朝他丢酒瓶子 而眼下的挑衅却只是倒开味彩 真正的困难往往还在后面 在这么一场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作为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 我们的作息却被排在了英国之后 这让梅鲁感到异常虚弱 我的家里 在据理力争之后 中国的位置就仅次于美国之下了 然而 军事法庭的成立 却引起了日本群众的不满 他们宣称自己才是受害者 却对清华战争闭口不谈 仿佛记忆随着两颗原子弹 被摧毁的一干二净 等到日本战犯登场时 他们不仅毫不愧疚 反而各个趾高气昂淡 他们还派出了律师团 企图找到法律的漏洞来逃避惩罚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军民伤亡数达到了惊人的四千万 而日本在战争中 采用了高达250多种的屠杀手段 三腰部队的细菌实验 南京大屠杀中的万人坑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该好好地清算一下 然而检察官还没开始陈述 一名罪犯就开始装疯卖傻 他朝着东条英姬的脑袋 狠狠地拍了下去 他叫大川周明 是918事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而这一行为也让法医认定 大川周明已经精神失常 因此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更让人气愤的是 日本律师公然叫嚣 你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不是 他们甚至破罐子破摔 指责在场的11个国家的法官 都没有资格审判他们 法官被弃得当场休庭 而梅如早就看穿了 日本律师的阴谋 他提醒美国法官需冷静下来 这只是日本方先生夺人的心理战 很快 法官们再次开庭 他们第一时间宣布了庭审的合法性 直接驳回了日本律师的质疑 紧接着开始了指控 可显然 他们低估了日本战犯的脸皮 提到清华战的开端 黄姑屯事件 日方律师却直接狡辩 他们认为这只是场局部冲突 并不构成国家间的矛盾 哪怕检察官找来一位日本海军作证 也再次遭到了他们的诡辩 他们认为海军没资格作证 只有陆军将领能够作证 而检察官等的就是这句话 只见他微微一笑 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龙吉随后步入法庭 他对于日军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更是直指这场清华战争的幕后主使 然而接下来出场的证人 更是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这是中国末代皇帝 溥仪 他曾被封为康德皇帝 成为了日本人在华的傀儡 如今 他作为证人 站上了军事国际法庭 在随后的审判中 溥仪更是连续出庭八天 顶住了日方的恐吓和威胁 更是创下了历史最长的作证记录 接下来 就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在美辱的建议下 法官同意了讲南京大屠杀 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审核 这个恶魔名叫松井诗根 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策划者 残害了30多万名同胞 多名国际友人纷纷出庭作证 而他一口咬定这是子虚乌有 更是鼓吹南京大屠杀 只是中国人杜撰出来的 以为中国僧人出庭 揭发了日军的罪行 他们有十几个人 在强奸一个中国姑娘 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 那个中国姑娘 逼着我们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 不然就要杀了我们 明星师父怎么都不肯 他们把明星师父身上的那个 那个男人的东西给 给割下来了 没想到日方却这么回答 这把和尚气的直接破口大骂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十一国的法官共同认定 松井十根的罪名成立 接下来就是进入个人辩护阶段 而令梅如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一个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 竟会如此的漫长艰难 这是发生在东京审判的明场面 一名战犯突然出手 狠狠地拍下了眼前的兔头 这一行为瞬间引起骚动 这名战犯名叫大春周明 而他通过装风卖傻 竟躲过了法庭对他的审判 随着进入个人辩护阶段 土肥原贤二和板原征四郎这两位战犯 跟我国人民更是血海深仇 土肥原贤二试图采用龟缩战略 利用英美法律体系中的漏洞躲过制裁 板原征四郎则狂妄地写下了 整整48页辩护词 扬言要与中国辩护国大战300回合 面对此景 中国辩护团迅速抓到辩护词的漏洞 长达十天队里面的内容展开反击 面对日军方的诡辩 中方检察团临危不乱 利用声东击西的打法 将二人逐步引入圈套 将两名战犯彻底击捆 最后就只剩下日本首相东条英姬 他不仅策划了918事变和七七事变 还一手发动太平洋战争 这场战争最终波及37个国家 也夺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 然而面对审判 他竟无半分毁 如此狂妄的言论 更是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愤怒 记者媒体一拥而上 将相机对准这个恶贯满盈的脸上 在长达两年多的对峙过程中 检察方搜集了大量证据 最终法官愤怒地宣布 日方所犯罪刑署时 然而 在最后的量刑阶段 十一国的法官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以东条英姬为首的战犯 是否应该执行死刑的问题上 居然不赞成死刑的国家居多 未经他人苦 不懂他人痛 美辱鉴定地表达了中方的立场 言辞恳切 字字珠奇 在最终的投票中 赞成方以一票显胜 这场审判总共历时两年半 前后开庭818次 审讯记录多达48412页 5423名日本战犯相继被送上法庭 而被判处死刑的却只有941人 而731部队的主谋 以及日本天皇全都逃脱了审判 令人更为气愤的是 这些个被处死的恶鬼 竟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 被送入了晋国神社 军国主义之心昭然若揭 他们贼心不死 我们也同需时刻警惕 慢慢历史的长河里 祖国繁荣昌盛的今天 我们都不应该忘记 这是由先被写和类换来的 更没有资格替他们原谅谁 本期影片 《东京审判》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